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,我是财产法的咨询工业社经理工团 我们这边是智慧系统的研究所的一个臣博 那我們的名稱叫做 EMMA的這個互動攝影自播的系統 那可以看到現在一般呢 這個是裡面的使用者 那他可能就是在一個實體的空間裡面 再去進行一些互動展示 那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現在呢 這個上面我們可以即時的在這個 真實的空間裡面呢 去疊合一些虛擬的特效在上面 所以未來呢 如果再進行一些攝影轉播上呢 就可以直接在你所需要的地方 去擺設一些虛擬的物件 然後來去擴增這整個 這個電視內容的廣告效果 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也可以放一些互動的虛擬物件 對 好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是透過這個遊戲的方式呢 然後來讓民眾了解說 我們在限時空間中去疊合這個虛擬的互動遊戲 所以可以看到中間有四個魔法陣 那結合我們這個手勢辨識技術呢 你就會看到使用者他一旦揮舞手勢呢 就會發出相對應的這個魔法出來 然後來去像這樣子 去攻擊這個魔法陣 來進了德芬 那使用者所看到的畫面呢 來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我們這邊會架設一隻攝影機 那攝影機會直接拍攝使用者 他的這個目前的這個狀況 那會及時的去定向定位出 這個虛擬的物件應該擺在真實空間中的哪個位置 那就可以呈現出這樣子的效果 4分27分 對 是這個意思嗎 對沒有錯 那現在就是可以看到他們只要有魔法陣 打到對應的話 就會取得分數 然後就是雙方互相比分 那麼厲害啊 對 因為我們就是玩很熟啦 喔 對 那我們其實最主要是透過遊戲的方式 讓民眾去瞭解說 我們可以在現實空間中 即時的去疊加 所需要的虛擬物件 那以後如果在電視 那虛擬物件是有哪些東西 虛擬物件就是 你只要是那個自播業者 你想要放什麼樣的3D物件都沒有問題 3D物件OK 都OK 任何3D物件都OK 事先預先準備好的 對 事先預先準備好 那你甚至可以做互動的模式 因為像這邊所看到的內容呢 因為會有比分嘛 所以其實我們彼此用戶之間呢 都是有同時連在一個我們所謂的 邊緣的D延遲伺服器上面 然後就是可以將彼此的這個比分資訊 還有就是魔法的移動軌跡呢 即時的傳遞給對方的主機去進行運算 那每個人都可以即時看到對方同步的這個 運算的效果 那這個這個背景不是他們現在裡面的背景 這個的話會在他們抬頭上面會看到一樣的東西 現在這邊所看到的畫面 就是使用者在裡面 所以可以看到完全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說 使用者裡面在玩什麼 外面的人也知道他們在玩什麼東西 而不會像 這一般看的這個限時空間中 什麼都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OK 好 謝謝 好